簡直是刺激度破表 搭乘剪一板流龍過溪 底下就是團級吸水 還有石頭真的很怕摔下去 高雄桃源山區因為好雨 造成連外道路中斷 但現在正值紅肉嶺 水蜜桃以及小黃瓜採收期 得儘快送下山脈 否則就會影響生計 不得已部落居民背著農產品 搭乘自製流龍滑車才能過溪 不只要運送農產品 梅山里的農路中斷 居民也利用流龍滑車運送水管 要搶修被豪雨衝斷的自來水管線 如此客難的方式 恐怕非市區平地民眾可以想像 一場致災性豪雨宛如牆台過境 因為井林老農溪吸水暴漲 把房子地基都掏空 整棟平房毀了 家園跟道路都還來不及復原 沒想到下周又有第二波豪雨封面來襲 恐怕又會讓部落居民的處境雪上加霜 記者王嘉慶 杜云杰 高雄報導